人类可以制造出飞碟吗 能够反中立飞行的那种 答案是可以的 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贵 飞碟毕竟是外星科技 远超人类科技几千上万倍 要制造出来难度可想而知 人类制造飞碟第一步 必须搞到一台飞碟的样机 对飞碟进行拆解 意向工程研究 搞清楚飞碟反中立飞行的原理 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对飞碟实现量产 那么问题就来了 哪里搞一架整整的飞碟呢 毕竟外星人也不会直接卖给什么呀 好之外 在外星人探访地球的几百年时间里 在地球上坠毁了好多的飞碟 1917年美国罗斯威尔 坠毁了三架飞碟 从那个时候起 美国就收集了飞碟残骸 在五十一区开始进行秘密研究 对坠落的飞碟搞起了理想工程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美国的空中力量迅速崛起 仅仅破解了一丢丢飞碟的外星科技 就研究出来了F117轰炸机 B2隐形轰炸机 直接领行世界一百年 你看这个造型 是不是和普通的飞机不太一样 这时美国罗斯威尔 说了福大海 外星科技 大大你好 在研究机时点 离开我把好空母舰 给你找到天上飞 都可以 目前制造飞碟 人们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反中力装置 虽然人们已经仿制出来了同款 但是反中力的实践 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 不能长时间的反中力飞行 打个简单的比方 就是说 咱们目前的飞碟 飞半个小时 还得落地 找个充电桩充电 才能继续飞 比起真正的飞碟 还相差甚远 不过超文相信 以人类科技发展的速度 大概再过30年 就能实现飞碟自由 哎呀 到时候给点赞的小伙伴 依然安排一台飞碟玩玩 感谢小伙伴点资公众 超文顺点 下期更串